今天法律之多的題目是 《遺囑的法律》 副題是《陳振聰的下一集》 我們今天請了Melfin 陳律師和大家討論這個題目 大家先招呼 大家好 我是陳尚德律師 陳律師 我們先講講這個題目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 陳振聰終極上訴 其實他正在上訴准許上訴 但終審平拒絕他 FAMV2011年第20單申請准許 話說龔如心死的時候 原來他有一張遺囑 那張第一張遺囑叫2002年遺囑 然後沒有多久他就走了 然後他原來又寫了一張遺囑 中華的叫2006年10月16日的遺囑 這個簡稱是2006年遺囑 即是相差四年 當陳振聰向法庭說這張遺囑是真的 當時高等法院就說這張2006年遺囑是假的 陳振聰一直上訴到上訴庭都說 他就說維持原判 然後他就向終審庭上訴 就說他上訴 拿了准許就拿不到 陳律師先問問你 為何他這個2006年遺囑是真的 是這麼重要的 即是會將龔如心那張2006年遺囑 取代了 因為一個人哪一張遺囑是真的話 其實其中一個因素就是考慮 哪一張才是他最後那張遺囑 假設他有兩張的話 後那一張就是最後那張遺囑 而通常遺囑上都有寫明說 將之前的遺囑全部取消 以目前這一張為最後 情況類似是新馬仔有兩張遺囑 第一張遺囑是他安排給他老婆 第二張遺囑是後來改了第一張遺囑 第二張遺囑是給他老婆一元 現在陳振聰的2006年遺囑是宣佈是假的 他已經不能上訴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以2002年的那張遺囑遺囑 那張遺囑是怎樣處理的 一般是怎樣去做一個遺囑認證 一般如果是一個人手持一份遺囑 就需要交由法庭去做一個認證 由法庭確認那份遺囑 就是死者的最後遺囑 然後那些遺囑的執行人 就可以拿著遺囑的認證書 去處理死者的遺產 好了 這個2002年的遺囑 大家在網上可以 你任何搜尋 都可以查到 就是龔如心2002年的遺囑 裏面委任執行人有三個 挺厲害的 就是幫他打理遺囑 他把所有的東西都給予 互聯網前線基金有限公司 這三個執行人 第一個是聯合國秘書長 第二個是中國總理 第三個是香港特首 找這三個人做執行人 為什麼要找執行人 通常要找多少個執行人 因為其實每一張遺囑 都要有一個人去執行 有一個人去走走滴滴做些手續 所以就要有這個執行人 這個執行人就好像一個陰差大臣 拿著百尚方寶劍去到銀行 或者去填土廳 將死者的財產去轉移 即是說如果法庭委任了這些人 最後就由他們去處理這個執行人 現在找這三個人做執行人 其實陳律師你都不會鼓勵人 一般是找甚麼人做執行人 通常是找近親 又或者是找一個有能力又可信的人 因為始終執行人的權力是非常之大 大成怎樣 如果他們和受益人有爭拗 甚至乎可以不理受益人的意見 是按執行人的意見去處理 即是說他又說了事 為甚麼是說要有能力 和要靠得住這兩因素 當然拿著一些財產 那你怎樣去處理 是很需要 例如他有一些對於財務的認識 如果他本身是一個精神不健全的人 那他怎樣去處理呢 另一方面 既然他持有那麼多的權力和遺產在他處理 如果他是一個信不過的人 那他將財產全擺 那些受益人就沒有辦法去享受到遺產 那這些就靠不住了 那法例規定這些執行人 有甚麼基本的條件或資格 基本上需要是年滿21歲 20歲 成人 對 跟普通成年的法例不同 成年是18歲 這個執行人一定要21歲 另外要精神 即是甚至清醒 精神就像Milvin你那樣清醒 是的 是的 頭腦清醒 生麥 還有甚麼要求呢 年齡 頭腦清醒 需要他嗎 有其他情況要求呢 其實沒有其他要求 一個要靠得住 對 最重要要靠得住 如果是這個執行人 就像現在拱如深港那些 忙得那麼交關那些 其實就不要考慮他們 當然 你提名那些執行人 他都願意去做 如果找不到這些 有些人找子女 或是找契仔契女 總之求得住 找不到 又不找中國總理 又不找楊國秘書長 或是香港特首 那他是不是可以找律師 做他的執行人 是的 一般律師都會做這個服務 當然要收費 封劍尤人 這是執行人的情況 接著就是受益人 即是他將財產怎樣分配 在陳振聰的遺囑 如果他說2006年遺囑是有效 他就差不多拿了所有遺產 陳振聰向法庭要求幾件事 第一是說2006年的遺囑是有效 第二是宣布 因為裏面是委任他 那周行人 即是頒布一份遺囑認證給他 沒錯 如果他那份有效 即是原本拱如森 2002年就沒有效 拱如森的舊遺囑 就是那些遺產 所有都給予華茂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這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就是拱如森和她先生 她丈夫王德分業共同創立 所以他的說法就是 將所有財產 在他離世後全部撥歸慈善基金會 是不是有很多現在的財產 除了給後人 一般都是成立一個慈善基金 是不是這樣 有些人會做慈善基金 但我所知道的不是很多 即是香港都不是很流行 是 這個全球最有錢的 就是Bill Gay 成立了Foundation 是Microsoft 古神巴菲特 也是 也是這樣 即是首富 都是成立一個慈善基金 基本上是否富不及三代 他們的想法是怎樣 可能他們都害怕 貌貌然將大筆財產交給子女 子女未必有此能力 去延續爸爸的願望 就不知是愛他還是害他 是 是 香港首富 容許三分一的身家 成立他 以去命名的慈善基金會 大家亦都 如果你想給慈善 都可以考慮這個 一般來說都會給他家人 是 受益人的分配有多少種方法 有些是特定的 有些是不特定 用分配百分比 通常你見的有哪幾類 基本上你想給哪一個人是無限的 你喜歡 即是憑你的創意 你想到怎樣去分配 亦都可以 簡單來說 可以譬如說 不講明哪一樣 將他全部 總之 你一半 他又一半 或者是三分一 三分一 三分一 都可以 即是有些是平均分 如果有十個子女 分十份 每人一份 有些是有大小份 我看到一些 他是把他的財產分成一百份 大兒子就給人五十一份 其他那些又有多少 有質素 真是想到頭刀爆 為何他們想到關外 即是對後人的關外 可以用不同的百分比率量化 真是想到想不明白 這個新馬仔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將他的財產分成四份 四個子女平均分 每人百分之二十五 這個就沒有甚麼煩惱 男女子女都是平等的 說回廣如心的2002年的遺囑 他就說如果慈善基金會 那個董事會必須在 剛才說的那些監管機構 即那些執行人之下 設實管理好公司業務和人資金 維護和擴大華貿集團 他開創的所有事業 確保華貿慈善基金會的 慈善工作不斷創大 另外他亦是慈善基金 做一些公書教學 例如包括子侄的生活 醫療 和當時給他老爺的醫療 生活 和其他子女的關懷 這個和梅艷芳的遺囑都很好 梅艷芳有些是給他母親 有些是給他好朋友 他們的安排都是用一個慈善基金 家南基金 叫做Karen Trust 梅艷芳的想法都是分三樣東西 所以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這件事就是 一部份給家人 一部份慈善基金 一部份是你很想給的好朋友 或者你很想給的契仔契女 都可以參考一下 這些給子侄等情況 香港你覺不覺得應該去推廣 這個給部分慈善基金 這個Wise Giving 當然是應該推廣 始終做善事是比較值得鼓勵 始終那些後人未必懂得去運用那些財產 你貿貿然給他那麼大份財產 他反而可能累了他 所以在這裏看 為何拱如芯這麼有善心 後來改變他的想法 就是全部給他的好朋友 通知情 這是法庭會考慮的一件事 當然人會變 是他的意願 所以當時為何有這個改變 他會去黎律師樓 正正式式做一份圍捕 是否會更好 如果去到律師樓做的圍捕 其他就是有一個見證人 拱如芯當時的見證人 一個叫黃錦天 一個叫李子明 都是他的下屬 那些公司的 好像老臣子 這個是那個情況 如果在律師樓那裏 通常是哪些人做見證 通常是律師樓的職員 為何要找律師樓去見證 一般人都會相信 律師樓有個聲譽 起碼他們不會說大話 一般要多少個見證人 法律上規定要兩位 所以兩個人的見證是很重要 有否一些圍捕 如果意願很清楚 其實不需要兩個見證 法律是怎樣說的 另外也有一個特殊的情況 就是如果是一份文件 看似是按住死者的意願 去表達了他的遺產分配方式 都可能被法庭接受為一份圍捕 可能是有一些叫圍書的事情 有些人寫了他的遺言 然後就跳下去 當然我們始終都是鼓勵 律師樓做一份正正經經的圍捕 一份圍捕又要有執行人 受益人和見證人 有這些元素 立圍捕的人要簽名 簽名的過程 是否要在見證人面前簽 沒錯 一定要在兩位見證人面前簽 是否同時間看著他 未必需要兩位同時間 當然立圍捕人的簽名 兩個人都要看到 那些見證人是成年人 去回陳振聰那張圍捕2006年 當時法庭說 最後看是假的 是怎樣考慮 甚麼證據 最後決定是真還是假的 當然那兩個見證人都說 我不記得有沒有簽過那份圍捕 又或者我簽完 都好像不是我所簽的那份文件 其實那兩個見證人在庭上說的 對陳振聰是很不利的 是 如果那兩個見證人說 我確認我簽的就是那份 那份陳振聰2006年的圍捕 很可能被接納為真 所以歷史又不能改寫 假設那些見證人 都說真的有做過這份圍捕 2006年的圍捕是真的 沒錯 但現在已經是概觀定論 知道那份圍捕是假的 如果有人行使假圍捕 下一步看來會不會有關方面 要採取一些行動 當然 你覺得會有甚麼可能的行動 因為如果偽造圍捕 等同行使或者偽造假文件 就很可能是刑事罪行 當然警察會去調查 還有到時會控告有關犯事的人 其實這個歷史又好像不斷重覆 很多年前 拱如森都好像被人 拘捕去警署 就說他有一張假的圍捕 他打官司 高等法院都說他是假的 去到上訴庭又說是假的 但去到終審庭後來 為何又說是真的呢 當時那個原則是怎樣呢 為何終審庭是這樣看的 當然法律的細節很正確 簡單來說 最終審法院接納了 有一個見證人 在他死前作了一份口供 接納了那份證供 有證據證明那份遺囑是真的 即是跟人不同命 如果陳振聰那次幸好 有那些見證人其中一個或兩個 只要肯幫他 有幫他講的不同 事實就沒有這件事 所以他就不能夠推翻 他既然不推翻到 他在電視又好報紙又好 又有些說法 法庭真是不公道 甚麼叫公道呢 總之判他那份遺囑是假的 就是不公道 其實他公不公道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他的說法也是真確的 就是法庭判他輸了 就不公道 其實他公不公道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他的說法也是真確的 就是法庭判他輸了 所以他說是不公道的 但是在另一邊看就是公道的 天地有正氣 對 天地有正氣 下一句就是集言赴留刑 上則為何 下則為日聲 好 我們就看看未來的情況 就是這宗案件是下集的 如果有人行使假文件 在刑事上是屬於一種甚麼的情況 是叫做行使假文件 是呀 最高可以坐十幾年監 是呀 十四年好像說十幾年 那是屬於刑事罪人條例 一個罪行 行使假文件 可能很快便有人會被人告 到時有去處理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講 我回到那個遺囑的情況 陳律師你會怎樣看呢 就是現在很多人 香港人都沒有寫遺囑 你會否覺得這件事之後 多了人覺得應該寫一張遺囑 穩妥一點 我其實覺得一般人都不願意寫遺囑 為甚麼 有些朋友我跟他說 不如我幫你做 但他們都覺得不需要 可能中國人的社會 比較避忌生死的問題 如果是用一個例子 沒有寫遺囑的不好處是甚麼 即是 變成是跟法例的分配 沒有遺囑就按法例的方法去分配 即是叫做無遺囑繼承條例 那個分配的大概是怎樣 大概是說 如果是一個人 假設他有太太有子女的話 太太先在遺產裏面 拿50萬 然後還有症 就是太太拿其餘財產的一半 另外子女就拿另外一半 所以就是 如果有親人的也沒有問題 血緣關係的都可以分配到 假設他真的無親無故 那情況下可能要怎樣 又或者是 連他自己的父母都沒有辦法分配到 變成會收歸各有 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無親無故 那就是給了政府 是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是很早些安排 那怎樣打破這種的 就是那些叫白無禁忌 即是現在陳振聰這個案件 令大家看到 都是清清楚楚 寫一份平安寺安排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沒有遺囑的情況 或者是 有遺囑 但是有一些 不是合規格的遺囑 要見到有這些 即是不良的後果 才會想到 要真正正經經去寫一份遺囑 是 如果要寫一份遺囑的樣本 大家可以去 我的網站那裏 都會有這些 遺囑的樣本 大家打到網站 www.料成利.com都有 又或者是 去我的專欄那裏 都可以有遺囑的樣本 好了 那在陳振聰的案件 整體來說 你覺得在法律上 是有哪幾個教訓 大家可以總結一下 我想首先就是 如果你真是想立遺囑 就必須要去找律師樓 在律師樓那裏做 不要說自己 貿貿然寫了一些東西 就當是遺囑 這是第一 就是清清楚楚 自己去付少少錢 是的 那些律師樓的收費 就是封劍尤人 沒錯 另外我見到很多 知道了怎樣做的 就是跟足形式 剛才你說的形式 都是有效的 最重要是找到兩個見證 是 最重要是跟足法律規定去做 是 為何現在還要寫在白紙黑字上 可以錄影錄音 可以嗎 我們見到賭王 拍攝很多錄影帶 但是法律規定 都是要白紙黑字的 是 但是現在網上世界 那麼瘋人 是否應該遲些要立法 做一個錄影的遺囑 或者是這樣的 就像以前那些 這樣的情況 這是將來的考慮 這是將來的考慮 我們今天的題目 都講到上集 我教訓一個 大家都是自己百目金記 你將來的財產 應該是被誰寫張為主 在這裏的時間關係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多謝你 先別再評一看 多謝大家 都講得好 最受到的 都哭 其他媽媽 那時候 你雷 突然說